怎麼還沒聽說到呀 嫂子 這滿堂編客的 你說走就走 這不合適吧 博兒孩子病了 我跟你哥要去醫院 這兒就靠你了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給我哥打個電話 不用了 你哥沒空 其因素 你當我們大家都是傻子是嗎 到現在了我哥都沒來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他根本就不想認這兩個孩子 江博 不住口 長那麼多的人 你別丟江家的臉 丟臉的是你秦庸素 你敢不敢跟大家說一下 你這兩個孩子是怎麼來的呀 你入口 不想說是吧 好 有人說 黃家文 黃家文 你快來說一說 這兩個孩子是怎麼來的 沒說孩子 你怎麼在說 家文 別這麼對我 別這麼對我 黃家文 你可別忘了 他是怎麼對你 他根本就不愛你 他只是在利用你 你連個備胎都不算 行了 別說了 家文 Stacy 您好 不好意思 掃了諸位的雅興 你們當中 可能有些人認識我 我是秦英宿的經紀人 跟不 本雀來說 是前經紀人 但是我還有另外一個身份 你們都不知道 我還是他的前男友 我不會 你吃點嘴 他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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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已經被跟我們帶走 怕了 那你在背着江村 生下我给你的孩子的时候 就应该料到 我一定会的这么一天 对 你们说得没错 孩子不是江村的 是我跟秦英做事 是我黄家文的孩子 这不说 这是我跟孩子的 亲子经理报告 如果你们有人 有意义的话 现在就可以拿去查验 事情的真相就是 当初秦英素 为了翻高知 跟我分了什么 但是结婚以后 又耐不住记忆我 继续跟我讲 你亲口说过 你跟江村很早已经 就开始分门睡 你亲口说过 他根本就要不爱你 你还亲口说过 你要把孩子带回江家 记上江家的财政 你带着孩子来这样 你还记得吗 金锁 你说的每个字我都记得 但是也只有我这样的 你会傻到相信了那些话 我曾经相信过 我相信你的心里面 还有我 我也相信你是我的 一拿到钱 你就会带着我 跟孩子远走高分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 你心里面 根本就没有这么想 到今天为止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自己 我也好 江村也好 孩子也好 统统都是你的工具 对不起 江村 我没想到我姐一直都在骗我 我也没想到一直都在伤害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你的错 即是你在这儿说爱着 坐坐 来 來 我是一個小廚 相信我 你爸的生命體徵 還算正常 你留在這兒也沒用 回去休息吧 有事我會通知你的 我就在這兒陪著他 你這照顧我爸也累了 還是你回去休息吧 其實你爸現在這個樣子 反倒不會知道孩子不是你的 否則就不是昏迷這麼簡單了 江村 其實你真的不該走這步 你覺得你 離開我爸爸 有的時候我覺得 你跟秦鵬素很像 可是我爸跟我不一樣 我了解他 這麼多年他之所以沒有讓你進江家 是因为他最在乎的那个人 不是 江村 你这么说伤害不了我 不要再做任何事了 更不要让波尔在背后做什么 他是无辜的 我今天也把话说清了 嫌我爸在醒了的时候 你已经走了 小姐 你 你的东西掉了 人家的 你为什么又跟着我呀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滚 我让你滚 你滚啊 你滚 你这人 我好心把你牵起来 你怎么骂人啊你 你是设计 陷害了 现在你满意了是不是 你满意了是不是 你滚 我让你滚 滚啊 你滚 你江山津的你啊 你让人家里面去问你啊 你你算是你 我让人家里面去 你怕什么 我怕什么 我怕什么 你凶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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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凶死 我凶死 你 branches 你 不及不起 慢点 让人家里面干嘛 所以ITT ding 你不要是 用试字 你 Serあら ت Ghaz 还是你 跟你离婚的 想都别想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我别看着 我别看 我 王哥 让 哥 秦云素是疯了吗 他在家丢人现眼也就算了 现在网络上 都是他发疯的视频 这我们江家以后 怎么做人的 他以后不是江家人了 哥 明天我去办离婚手续 离婚 哥 你想通了 你真的肯离婚了 我当初又跟你说过 就不应该娶这个秦云素 你还不听我的 肯离婚就好 想通了就好 对啊 你不会要多给他 晒养费吧 这件事你可 千万不能欺准啊 哥 不 先不了这个问题 你不要总是逃避问题 我累了 滚下来 哥 你 江总 刚才护士说 你也没合眼 吃点东西吧 谢谢 我 能拿一个人进去吗 只要他能想通 肯离婚就是好事 对了 刚才您电话响 我帮您接了 是一位姓王的律师打来的 说什么授权书 授权书 嗯 我怎么把这个事给忘了 我要是知道我哥 会跟情形组离婚 我签那个授权书干嘛呀我 我哥知道 肯定要责怪我了 什么授权书啊 你跟我去找一下 王叔叔吧 不可能作废 要作废也得等老爷子醒过来 你无权作废委托书 那我自动放弃还不行吗 委托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呢 你无权自动放弃 除非你在继承江家财产之后 按照法律程序 来选择自动放弃 不是 这样不合理呀 我有字 我为什么不能放弃 我哥比我会经营公司 我当时只是一时冲动签了字 王律师 您跟我爸是这么多年的朋友 我一口一口叫您王叔叔 您就不能通融通融吗 我通融不了 我除了和你爸是老朋友 我还是个律师 那我爸要是一辈子不行 我这个东西还一辈子不能改了 意思是这个意思 不过还要看事情发展而定 我觉得你爸当初立下委托书 必定有他的用意 我当时怎么那么冲动啊 你看看 文件上加的离婚赡养费 你说最关心的是这个 我拟定的数字 应该可以让秦英素和孩子 一时无路 你呢 也算是人之意见了 江村 虽然我求你 可不可以不要离婚 我知道这个要求 对你来说很过分 可是 但是我姐现在的精神状况 真的很不好 我怕她再受刺激 她肯定会不行的 要知道 我跟她的关系就这样 从一开始就这个错误 所以这婚肯定是有利的 我知道 只是暂时不要跟她离婚 你们可以分居 我姐在外面带着孩子 她是不会去打扰你的 只是 要是现在跟她离婚 我怕她受不了这个刺激 网上的视频你也看过了 她平常绝对不会 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真的是控制不了自己 万一她又是演戏呢 万一她又想骗你怎么办 不会的 你相信我这一次 姐姐状况真的很不好 以前不管怎么样 她都不会不管孩子的 现在她连孩子都不管 就会在屋里哭 算我求求你了 江村 给她一点时间吧 我说了 从法律角度来说 就算秦英素 真的精神出现问题 只要能证明 你们两个感情出现破裂 就算是打官司 你的胜率也会比较大的 但从人情上来讲 江村 我也介意你缓一缓 毕竟江家有头有脸 如果你跟秦英素 离婚的消息一旦传出去 必定会有不少媒体关注 如果让他们知道 你在秦英素精神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下 跟他离婚 对你 对江家的声誉 都会有影响 江村 江村 真的谢谢你 怎么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帮着你接 其实 我是不想再看到妈这么伤心 在这件事情上 我知道我很自私 可是没办法 我只能选择姐和妈 你呢 最近过得好吗 真好 太好了 身体 平平淡淡 但却很踏实 我觉得这就是护贞应该有的生活吧 如果有可能的话 不要再和秦英素的事了 只会让你更受伤 我知道 这么说也是白说 或许你可以这样答应我 今后不管我跟秦中國的关系 变成什么样子 我要准备自己 您找我是因为离婚的事吧 不是 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得通知你 早上我收到一份 医院开的证明 说老爷子身体状况堪忧 鉴于现在情况可疏 我这里有一份委托书 先交给你内部公布一下 什么委托书 老爷子得病之前 通过我这边出过一份委托书 这份文件是交代 一旦老爷子不能打理公司业务 将有委托人 全权打理公司一切事务 怎么从来没听爸说过 博尔知道这件事吗 我爸现在公布的话 博尔心理会接受不了 江村 你听我说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 江市地产公司委托人 不是你 是江博尔 其实我早该告诉你 但你知道 我和你爸是三十年的老交情 我心疼你 我还要守住职业操守 我也很为难 老爷子 怎么会把公司交给江博尔呢 他看得懂什么是合同吗 一个连合同都 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老爷子再糊涂也不会把公司交给江博尔 肯定有人在里边暗中躲鬼 咱们现在就该搞清楚 谁在里边暗中躲鬼 你 你不能跟江博尔撕破人 你知道吗 笑着给我 干吗 给我 干吗 干吗 你现在不能自暴自弃啊 你去哪儿啊 干吗 干吗 我得看你了 我很想你 家里还是有你在的时候好 若爸为什么这么多 我好想你 没错 我又是来高八状 我其实从你走了一趟 江家连跟江家的样子都没用 我觉得很冷 我不愿意为什么要这样 我 他跟去等博儿 他可以不爱我 可是我一直都很努力 我开公司 我辛苦地工作 我就是希望 我就是希望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认可我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 这是你妈吗 长得真好看 你像你妈吗 是 对 从小大家都这么说 我妈也常这么说 我听方秘书说了 你还好吧 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到大爸对我都是这样 别人都说 他对我的眼里 是因为我是江家的独子 说我今后要继承江家的事业 所以他对我 爱之事恨之欠 让我感觉不到 我心里清楚 我每次看到他的眼神 他的眼睛里总是 好像带着一丝怒话 还有一丝怀疑 怎么会呢 你会不会太明白了呢 我这心里知道 他从来没有像我疼过二 一样疼过我 所以我从小就很叛逆 我惹他生气 即便他打我骂我 可就在那些时候我才能看 我在他心里 还像是个儿子 那你这些话 我为什么不跟他说呢 说来没有 说来没有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把一切的精力 放在工作上 我就是希望得到他的任何 可我没想到 是这种结果 我觉得你像不要那么早的下结论 天底下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呢 我想等爸 醒过来之后 你当面问他 现在不要否定他 也不要否定 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给妈上炷香吧 来 妈 我们来看你了 他会知道 你让他叫他什么 你让他叫他什么 好 看来交换 这个博尔找了你一整天 要不你先去趟公司 或者给他打个电话一下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你说这老爷子真是的 知道疼博尔 可是也不至于办这么糊涂的事 这事得问安一秋了 毕竟我爸病了这么多年 是安一秋在陪着他 你的意思是 是安一秋在背后捣鬼 可是他也知道 这江博尔毕竟是你的妹妹 对不对 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你帮我查一下 安一秋进入江家之前 他在干什么 还有 再查一下博尔的身世 你怀疑什么呢 我不确定 但爸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及 所以我自己查 好 我这儿 阿杰 你看我这儿是不是煎得有点太老了 挺好的 不行 江村不喜欢吃老的 我再煎一个 没事 只要是你亲手做的 先生都会喜欢的 是吗 是吗 嗯 你啊 失忆以后啊 学会煮饭了 而且煮得还挺好 先生啊 最喜欢吃 你煲的那个鲜虾馄饨了 你是不是也比较喜欢 失忆以后的我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 您失忆以后啊 跟先生的感情和好了 可是没想到啊 江村你醒了 来吃早饭吧 我给你准备 你怎么来了 我们还没离婚 这儿也是我家呀 那就签字离婚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你现在又要往医院跑 公司也离不开你 我是想帮你分担一下 不用 你唯一能帮我的 就是尽快地签字离婚 明白吗 先生 英素也挺不容易的 一大早上天没亮 就起来给您做早餐 您生病那会儿啊 英素成宿的 不睡觉陪着您 你 霍芝 是霍芝对吗 他根本就不是看起来 那么单纯 江村 江村你不要被他骗了 他嫉妒我 他嫉妒我嫁给你 他就是重新记载 演讲究我的一切 是霍芝 原来我还答应了国志 说离婚的事情 可以暂缓一下 现在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三天必须在 离婚企义书上签字 到时候如果你不签 我们法庭见 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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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找到福利院来了 你就是获知吧 之前在江家 跟我顶嘴的人就是你吧 我料那个情愫 借他两个胆子 他也不敢 现在我明白了 我知道陈领盛都跟你说了 你想怎么样你就说吧 不过有一点请你相信我 我跟陈领盛已经彻底分手 而且我不会再纠缠他 我找他 也是为了有个了断 你找他是想有个了断 还是为了要帮我哥对付 这个我心里很有数 江伯儿 这事你误会了 你哥 你哥根本就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跟我哥 关系这么好了 我哥不让我找你的麻烦 这边你又这么维护他 真可惜啊 如果我哥三年前遇到的是你 而不是情愫的话 我想你们俩在一起 会更有默契吧 这话什么意思 你真的不明白吗 三年前在高架桥上 那场车祸 你应该记得吧 而且你背后的那个疤 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 我没说错吧 你怎么知道啊 我不光知道这个 我还知道你的那个疤 是为了救一个人而留下来 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 因为你救的那个人 就是我哥江村 自从三年前那场车祸过后 我哥就一直在找你 可是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过多久 他就看到了围在我身边 一直转的秦英素 他误以为是女人 就准备要取秦英素 不管我爸怎么反对 他都很坚定 可是我哥不知道 他取错了人 怎么不是这样 江村文跟我说过 我姐也没跟我说过呀 秦英素当然不会告诉你了 不仅如此 他为了能让你心甘情愿地 留在江家帮他打掩护 他还害得你丢掉了工作 那个孩子就是他带走 而且他还买通了幼儿园的 保洁阿姨 这钱你拿着 以后不要在这个城市出现了 更不要跟幼儿园的人联系 知道吗 好 不可能 那个时候我跟他 还没有相认呢 可是秦英素嫂就找到了你 你以为你跟陈离生 分手跟他没有关系吗 陈离生的妈妈 为什么一口咬定 是你撇的腿 谁让我儿子偏偏喜欢你呢 可是你现在脚踏两只船 给我儿子戴内帽子呢 难道你真的觉得 他是无中生有吗 你以为秦英素在认识你之后 才开始利用你的吗 其实他自从知道 有你这个人开始 就已经开始计划了一切 他跟你相认 根本就不是 因为什么姐妹之心 完全就是为了保住 他的江家江太太的地位 你别说了 我不相信 我一个死都不相信 我知 你以为你骗了所有人 其实最蠢的人就是你 怎么样 被自己亲姐姐骗了 都不知道 我本来以为我看到你 会很愤怒 没想到我现在看到你 只有可怜 被最亲的人骗 是什么滋味啊 安医生来了 安医生来了 我爸不在 在医院躺着呢 我二也不在 走吧 我是来找你的 别那么看着我 我说过了 等你爸醒了 如果他开口让我走 我绝不会赖在你们江家 但是你现在想赶我走 恐怕还没这个资格 你以为你串动着我爸 把公司给了不二 江家的事我就说了不算了 你别忘了 即便我不是江市的董事长 我依然是江家的长 江家的长子 江家的长子 江村 你以为你爸 为什么把公司交给博啊 我不相信你一点都没怀疑过 虽然那时候你很小 但我想你应该记得 你爸跟你妈关系并不好 那又怎样呢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妈背叛了你爸 你根本就不是你爸的 亲生骨肉 你是你妈跟其他的男人 在外面生的野种 一样的 你还可以 你肯定是你 你肯定是你 你肯定是你一个 salted Ein lic 這樣待你 你爸為什麼又把公司 交給博爾 好了江村 我知道這些事都不怪你 這都是上一代人的恩怨了 但是我想你應該知道 江家的一切 本來就不屬於你 你沒有資格跟博爾爭 我還是一樣的 即便我不是我爸親生的 博爾也是抱恙 我爸也是一樣的 你又錯了 博爾才是你爸的親生骨肉 你又是他 你太小看我在你爸心中的地位了 你們今天還有什麼事情 是我不知道的嗎 那我就想不通了 阿姨你在我爸的心目中的 地位這麼高 為什麼我爸 只肯認認這個親生女兒 而不肯認這個媽呢 這是什麼意思 我早就知道了 我是我爸親生的 我還知道你 就是他的親生母親 不可能 你爸告訴你的 果然是你 你炸虎 也算不上炸虎 我只知道博爾是我爸親生的 但我任何的親生母親是誰 方秘書幫我查到 我爸在去福利院領演活兒之前的一年 你在那個城市出現過 而就在那個年 你從醫院辭職 成為了我們家的死人醫生 成為了我們的安阿姨 安阿姨 如果這一切不是求不好的話 結果只有一個 本來我想找個機會試探一下 沒想到你今天自己來了 好你個強尊 算你狠 彼此彼此 離你揭開 揭開了又怎麼樣 你爸現在還在醫院裡面昏迷 公司遲早都是博爾的 博爾 哥 你們剛才說的都是真的嗎 博爾 博爾你聽我解釋 你們都是騙子 博爾 博爾你聽我解釋 博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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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麻烦你接她看 接人家好 江太太 您的包和鞋子 知道了 怎么了 不知道啊 哎呀 小致 小致 你几在百户公司购物呢 你怎么知道 她生病以后 我就把她 关联的银行卡呀 会员卡 所有的电话号码 都改成我的了 我是怕她乱花钱 你看她一连 刷了好几笔呢 行 妈 你先别着急 我拿着你的手机 去找她 你在家带孩子 要是有什么事 我就给你打家里电话 好 你 我是因素 马杰 因素 你回来了 江村在家吗 在 在 怎么又来了 赶紧去换身衣服吧 戴上结婚证 我们去离婚办事处 我的手机一直响 怎么能接个电话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离婚听你的 其他的听我的 我不希望有别人 打扰我们 你现在走的路不对啊 离婚事务所在 什么方向啊 你还真以为我 会带你去离婚办事处啊 行行坐啊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送你去 你该去的东方 好了 你要是不想离婚 你先送我回去 什么时候等你想通了 你再来找我 好吧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我跟你说过 我们是夫妻 不是我丈夫 是你老婆 我一辈子都不会分开 停车 我现在要下车 我叫你停车 停车 当初是你先招惹我 是你死缠了 哪要跟我在一起 停车 我叫你停车 我当然接受了 哪个有情有事的男人 特别女人拒绝呢 娘亲 我当初跟你求过 你可以拒绝啊 我也没有答应我 你答应我就应该负责任 我找的是货质 不是你 我承认我们在一起 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可是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 我知道你要找的不是我 所以你找到内心了 所以你只要甩开我 我告诉你不可能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我可以平静静气地谈好吗 有什么条件你过去 我保证你 我可以满足你跟韩敬好的生活 行吗 没有的不是情人 我承认你 我当初看见的是你的情人 你疯了 可是后来 你疯了 后来我发现我爱的是你的人 我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你心 精神有问题 你精神有问题 你赶紧看医生 我没有问题 我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喂 姜博 是不是找到我哥了 还没有 我怀疑 他们有可能去了 焦州的隧道 我哥输车过的地方 去哪儿了 走 走 走 你疯了 你疯了 警察 你疯了 你不想活了 当然 当然想活 是你不让我 让我们就一起去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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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好好 这儿 又会儿 如此 thinking 没有 只需要 找屈子 必须 你解决了 你 本uell悠 com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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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尔 晓晓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想问你们呢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当然是来找我哥了 你们可真行啊 背着我联系我哥 要不是我从方秘书那儿 威逼利用问出来的话 我现在还蒙在鼓里了 那找到了吗 你来晚了 说江村离开了 不知道要去哪儿 你确定那个人是江村吗 确定 船上人说一个月前 在外面发现江村 有江村醒来 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什么叫什么也不记得了 就是失忆了 你是装的 我哥是真的 对之前的事情 什么都不记得了 一无所知 所以才不想相认他 失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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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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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都过来 到这边来 怎么样 你看看照得还不错吧 回头我洗洗张给你 谢谢 那我们客气什么呀 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 随时还你来 江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您是 冯院长 你有没有看到我哥呀 我哥他到底在不在啊 他在宿舍里吗 哎呀 你们来晚了 江村刚走 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不是说好了 在这儿见面的吗 你让我照顾他 我就跟他聊啊 聊来聊去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 都告诉他了 然后他知道 你跟秦英素是双胞胎 又打听秦英素的下落 还问了江家的一些情况 然后这人 这人就不见了 你全都告诉他了 他非要问我 我只能告诉他了 反正啊 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 都跟他说了 这该怎么办呢 我哥又没有手机 怎么联系到他呀 别着急 他会联络我们的啊 是我 是我害死了他 是我害死了他 是我的错 你是秦英素 你认识我吗 是我 你是秦英素 你认识我吗 是我 是我的错 该吃药了 来 先兔手来 乖 你是病人家属吗 我是 你们什么关系啊 怎么之前没有见过你啊 她是秦英宿的丈夫 来 张嘴 好乖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就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那天找我的人是你吧 我记下了你的电话号码 要不是陪着你看青庸座 要不是你现在坐在副驾驶上 我真不敢相信江村你会失忆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先把你安顺好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我的家人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现在可以相信的人 只有我 一会儿这个会议之前 你得把这些都吃到肚子里 你说你失忆就失忆呗 怎么连智商也没了 你以前跟我说话就这么没上没下 没打没脚的吗 你别说 就你骂我这样的 倒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啊 来了 嗯 货枝对吗 你跟你的姐姐真的是像极了吗 你以前也这么说过 她跟我说你特别了解我 正想跟你聊聊 好 来 请坐 我们 我们不是很熟 对你不是很了解 你看你 你不是说她很了解我 我比你还了解 不是 我 我这儿 你说什么呢 没有 我妈让我过来看看江村 是不是平安没事 我看到了 您健康 就放心了 不用追了 不是 她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坐吧 为什么这个防水层的施工 跟他们的效果图理是不一致的 怎么来了 霍哲 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你 今天让你跟江村好好聊聊 可你跟他说你们俩不熟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看到他平安回来 我就放心了 我想什么呢 你 你这什么表情啊 你这哭呢 还是笑呢 你是打算跟这个江村 老死不相往来了 是不是 以后在江村面前 不要提起我了 我在江家分身的一切 也要瞒着她 为什么呀 这对她来说是好事 忘记了过去 才能重新开始 对我也一样 胡志 你要是这么说 我就明白了 你就是现在想离开 想退出 对不对 反正江村回来了 现在能帮助她的人 也不少你一个 是不是 她身边有你就够了 我有的时候真为她高兴 她身边有你这么好的朋友 真是她的福气 你 你这是说你呢 还是说我呢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拜托你 我之前给过江村一份 亲子鉴定 她跟博二的 不知道她放哪儿了 你一定要把她找出来 然后给江叔叔 你还做过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 我特别担心她 那现在呢 现在没资格了 记住了 一定要把这份亲子鉴定 给江叔叔 还有什么话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是这么地相信你把一切 所有重要的事情 交给你去办 结果你居然骗我 你怎么办 方秘书把这份亲子报告 交给我的时候 当时我还以为我弄错了 可是后来我才想明白 我终于想明白 你从一开始 你就打算卸害江村 卸 但是我就是打算害江村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因为有人一直在害我 三十年了 江建国三十年了 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我经历了 什么样的痛苦 折磨 绝望和崩溃吗你 你把我一辈子都毁了你 我现在只是为了我女儿 都毁她应该得到的一切 我有什么错 我一早我就告诉过你 你如果你愿意离开的话 你随随都给你离开 我不会阻拦 是你自己你不愿意离开 是你给了我希望 是你跟我说你跟你太太关系不好 是你说她在外面有别的男人 我一次一次地安慰你 之后你说你离不开我 这些你都忘了吗 因为你 我把我一生的职业不要了 我 我把我打好前证都不要了 我拼了命地给你剩下了女儿 看看你怎么对我 怎么对伯儿的 你甚至都不敢承认 伯儿是你的亲生女儿 我就是你 终于跟我在一起了 第一天开始你就知道 我有妻子 我有儿子 我从来也没骗过你 我更没有强迫过你 你又欺負我 太可笑了吧 江青光 你一句话 你就把所有的责任 都脱已写掉了你 你从一开始就把结果 都想好了是吗 是 是 是我错了 是我永远无助 还是你 是我看见你在婚姻里面 那么痛苦温馨等你 我想给你安慰 给你温暖 给你爱 给你一个家 太天真了 我甚至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过 你要去取代你太太的位置 直到你太太去世我才发现 你现在根本就没有我 想见过三十年呀 三十年的青春 三十年的鲸鱼鱼虾 日出负重 都被你换来一死一毫的 我也就会感动 你是什么样的电视新长啊 你把一切都留给江崔的时候 你想不想过 想过伯儿吗 你有吗 所以我才要把 把属于伯儿的一切 我要亲手夺回来 想见过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 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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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逼成一个疯子 逼成一个魔鬼 你知道我要搞恨你吗 我恨死你吗 你走 你瞧 你换了我的药 给我下针 让我昏迷 这些药会儿都可以动着 不知道 但是 你不可以侮辱她 你不可以侮辱他 我不许你侮辱他 我这一辈子 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后悔 我误会了 其他心里还有别的人 以至于让他 最后含恨而成 所以现在 我不许任何人诋毁他 我诋毁我们的儿子 你知道吗 我不许你诋毁他 爸 你是什么 是他害得你昏迷不幸是吗 我醒来以后 你是很仔细把这 我昏迷的原因告诉我 能够轻而易举 做到这件事情的 你只有我认为死了一生 暗力求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这么狠毒 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为什么 我 你别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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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配 我要报警 我要让你为你所做的一切 都付出代价 不管怎么说 那是你的亲生的母亲 他不是 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 我宁可一辈子都没有妈妈 你满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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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满意了 我优势我 我 kos64 你是不是 keine 碰到你 我给你打过电话 你没接 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呢 可能 我又曾有任性电话吧 你过得好吗 我明天就要出国了 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所以约了不少朋友 待会儿还有去见最后一个 那我不打扰你了 再见 谢谢这寂寞孤单 谢谢让我们成长 不算伤 不算伤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笑的灿烂 哭的夸张 你是的 啊 好好好 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来来 好 哥 哥 谢谢你 以前你去跟我说过 等我结婚的时候 会送我特别漂亮的电话 没想到你真的做的 哥 你找到记忆了 我又不是找到记忆 怎么可能找到 送我这块的笔布给你 也许了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们又要一个安全感 oh yeah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找我 那就用爱来交换 要见 公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